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中加关系也不例外 加方应该停止发表 有损中加关系的言论 中方对加拿大的内政不感兴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为 坚决反对背离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任何行径 我们敦促立方 确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确实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你刚才提到的有关的问题 正好说明了 当前台海局势面临紧张 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 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 我们也再次证告台湾当局 任何逆历史潮流 以武剧统的图谋 都必将达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任何勾连外部势力 都将注定一败涂地 我们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关系 同中方一道 把握好双方对话合作的主导面 维护好互利共赢的主基调 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动荡不定的世界 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有利于中欧双方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等权利 世界上没有放置四海而接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和搞双重标准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欧盟应该反攻自行 不要打着手电筒 制造别人不照自己 我不了解有关的情况 我对此无法置评 这次中欧签署第二份全面战略合作五年规划 只在进一步发掘合作潜力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新发展 中欧院同阿芳一道 以落实五年规划为契机 巩固传统友谊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别国家将互联网作为维护霸权的工具 滥用信息技术 干涉别国内政 打压别国科技发展与合作 一些国家搞小圈子 制造网络空间的分裂和对抗 对联合国达成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合则用 不合则欺 中国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 我们坚决反对零和博弈 势强凌弱 反对单边主义 极限施压 反对筑墙涉垒 脱钩锻炼 可以的 多数字 我都要有明白